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希望多些人会对于社会的不同的事都会关注 其实政治现在是一个很多议题 很多人都会讨论的议题 但我觉得其实很多的文化 或者是一些甚至我们的生活的东西 都应该是大家都会关注 或者去了解多一点 My ideal city is economically prosperous has opportunities for arts and culture and youth alike and is concerned with the environment so that there is a good balance 我心目中理想的城市是一个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种族都可以很多元地一起生活的一个城市 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有很多 是因为不同的一些的成见 不同的分歧去令到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问题 如果大家可以放下这些sterotyping 我们看清楚每一个人 而不是去看他们的种族 他们的宗教 他们的背景 我相信这个世界会更加美好 我觉得公共空间 以香港为例 最重要的是 大家真的会进去参与 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 不是一条街 不是说你进去 而是说你是真正正正 每一个公民 每一个城市的人 你是不是在这里居住 你都可以享用这个地方 我自己觉得最理想的城市 是大家看到大家的时候 都会问他好 这是一个我自己最想见到的情况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即使我们对着自己的鄰居 可能连嗨都不会说一句 其实我自己最想见到的改变 就是大家不要当大家是一些敌人 或者是会很大的一个挑战 而是当大家是朋友 好朋友 大家可以互相聊天 放下所有城殿或者包袱 好朋友 我心目中的理想城市 是不会被这个城市 既有的规限 而困在一个框框里面 每一个人都可以踏出自己一步 譬如可以 每天想到想做什么 就是可以做什么 但是当然 都要是为这个城市好 我觉得我想参与多些 关于青年事务的是因为 我相信他们是有 改变社会的能力 我觉得机会是可以 放在他们手上 然后变化出很多 我们想象不到的事 因为他们有的就是创造力 所以我希望可以提供 多些机会给青年人 令到他们可以 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所长 令到社会有所改变 我感到兴趣和教育 因为我认为 每个人都可以 能够有自己的 能够成功 对于社会的 有机会 有机会 每个人都可以 看到大家的 每个人都可以 保护自己的 各个人都可以 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所长 令到社会有所改变 每个人都可以 每个人都可以 在生活中